台北市定出平均每周每天确诊个案少于10人 不明感染源两例以下会开放餐饮内用的规定 在双北讨论后决定3号起开放 市长客问者表示餐厅必须严守相关防疫规定 为者将会罚最高1万5千元 餐厅内用问题我们要开始进入深水区 餐饮业内用就要开始了 当然是失业50人4万100人 那当然如果说我那房间很大 室内50人不合理 那也要分仓分流 就是要有一定程度的隔间 分仓分流 维持室内50人4万100人 那当然是说如果你那个是 室内要超过50人 室外超过100人 那就先用书面方式跟卫生局报备 那用餐当然一个是顾客面 顾客这边 原则上是就算是自助餐 你知道 由服务人员统一供应 要相当的阻隔 然后如果是在餐厅内用 原则上我们还是鼓励个人套餐 不要 要比公块母池要更进一步 就是个人套餐 不同桌间隔要1.5公尺 不然就包厢平风或者使用隔板 那同桌不是没法做 就是要隔板 这个是指顾客那一面 那餐饮从业人员当然健康监测非常重要 其实最理想是 如果有打疫苗 其实标准应该是尽量全部打疫苗 没有打疫苗每个礼拜要做赛检 这样确保说餐饮业从业人员是健康的 那一样 他们有义务 要负责这个 不同桌要保持1.5公尺 不然就是要独立包厢平风或使用隔板 如果同桌 要嘛没法做 要嘛使用隔板 这个我们对餐厅还是有要求的 如果餐厅没有达到我们 这个 标准的话还是要花钱 柯文哲说 他也不希望一开放内用 餐厅夜市就全部满座 这波疫情爆发 台湾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压制下来 已经很厉害 希望大家珍惜 以二号北市新增个案为例 还是有不明感染源 民众不能轻敌 业者也务必遵守防疫规范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